共機擾台破紀錄 那我方昨天有擊落無人機 那如何確保兩岸不擦槍走火 那以及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有嗆民進黨趁機炒作 極其荒唐可笑 那請問院長的看法 外國的飛機 飛行器 包括無人機 不管是哪一國的 未經允許散入國境 一再警告 不離去 我們一定依國際規劃 做適當的應付 而中國有無人機 回到我國境內 還拍影片 回去做大內宣 我們已經一再警告 一再要求 不要親盟打吼 國人同胞也同感混亂 蔡總統也已經公開表示 一定會做強力 有效回應 國境 這一次 對該無人機 警示要求離去 人自知不離 只好做這樣子的防衛設計處理 這是一再忍耐 一再警告之後 最適當的做法 相信國人同胞跟世界各民主國家看起來都是認為妥當的應付 中國還由華人做不適當的發言 那中國應該自己知道 克制 知道不要聲勢 但是我們也絕不挑釁 我們也會為維護國土 國民做最妥事的處理 那東三要詢問 議論者表示應該要提升防疫措施 嚴禁脫口罩 逐桌敬酒 以及沒戴口罩唱歌 那中央會加嚴措施嗎 疫情兩年多來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都是因應各種情況 做最妥事的處理 感謝中央地方 所有防疫人員 辛苦盡心盡力 不分作業同時 大家一起努力合作 更感謝國人同胞 都能配合 而且做到最好 今天我們的疫情 才能都在控制內 應該怎麼樣子應付 指揮中心都會隨著疫情 的變化 我們都會做最妥事的處理 謝謝 謝謝大家